人类的大脑是最神奇的器官之一 它控制着我们的思维 感觉、情感、记忆、行为和运动 大脑的工作机制非常复杂 涉及到许多不同的神经元、神经地质和神经网络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探讨人类大脑的工作机制 包括大脑的结构、神经元和神经网络 神经地质以及大脑如何处理信息 大脑的结构 人类的大脑是由左右两个半球组成的 每个半球都有不同的功能 但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通信和协调 大脑的表面覆盖着灰质 它是负责思维和感知的神经元的主要聚集区域 灰质下方是白质 它包含许多神经纤维 它们负责将信息从一个区域传输到另一个区域 大脑的基地和包括多个区域 其中一些区域与情感和运动有关 另一些责语记忆和学习有关 神经元和神经网络 神经元是构成大脑的基本单元 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细胞 它们通过电信号和化学信号进行通信 每个神经元都有许多数图 它们接收其他神经元发送的信号 还有一个轴图 它向其他神经元发送信号 当神经元接收到足够的信号时 它们将通过轴图发送一个信号到其他神经元 这个过程被称为兴奋 并且它会导致其他神经元的兴奋或意志 神经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神经元 它们一起协调大脑的功能 神经网络可以更高效地处理信息 因为它们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信息 大脑中有许多不同的神经网络 它们负责不同的功能 例如 视觉神经网络负责处理视觉信息 运动神经网络负责协调运动 神经地质 神经地质是大脑中传递信息的化学信号 它们被储存在神经元的轴图末端 并在兴奋时释放 神经地质可以兴奋或意志接收神经元 大脑中有许多不同的神经地质 每种神经地质都有不同的功能 例如 多巴是一种神经地质 它与奖励 学习和动机有关 乙线胆检是另一种神经地质 它与记忆 思维和学习有关 大脑信息处理 大脑信息处理涉及许多不同的过程 包括感知 认知 记忆和决策 在感知过程中 大脑接收和解释来自身体各个部位的信息 例如视觉 听觉和触觉信息 在认知过程中 大脑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解释 并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概念和知识 在记忆过程中 大脑将信息存储下来 并在需要时检索 在决策过程中 大脑根据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 大脑信息处理的许多方面 都是由特定的神经网络负责的 例如 视觉神经网络负责解析视觉信息 语言神经网络负责处理语言信息 大脑还具有神经可塑性 这意味着神经网络可以通过学习和经验进行改变和视力 这是大脑学习 记忆和适应能力的基础 除了前文提到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以下是更深入的内容 大脑的各个区域的功能 大脑有许多不同的区域组成 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功能 下面是一些重要的大脑区域及其功能 大脑皮层 大脑的最外层 参与感知 认知 记忆 和决策等复杂的神经过程 带撞回 位于念叶中 与记忆和语言有关 秋脑 位于脑下垂体下面 参与调节情绪和生理反应 小脑 位于大脑后面 负责协调肌肉运动和平衡 肌底结 位于大脑底部 参与运动控制和奖励机制 杏仁和 位于念叶内部 参与情绪和记忆的处理 垂体 位于脑下垂体底部 负责释放激素 以调节身体的生理功能 大脑的神经可塑性 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 这意味着神经网络可以随着经验和学习而改变和适应 这种可塑性是大脑学习 记忆和适应能力的基础 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涉及到许多不同的过程 包括突出可塑性 神经元增值和成熟 神经回路的改变和充足到 大脑的认知功能 大脑的认知功能是指大脑如何处理和解释信息 从而产生知识和理解 这涉及到许多不同的认知过程 包括注意力 学习 记忆 语言 决策和执行控制等 认知功能的研究是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大脑与行为的关系 大脑对人类行为和思维的影响是复杂和多样的 大脑与行为的关系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因素 包括基因 环境 文化和社会因素等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大脑如何影响行为和思维 并且有助于理解和治疗许多神经系统疾病 如帕金森病 阿尔茨海默病和脑损伤等 大脑的发育和老化 大脑的发育和老化也是神经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重点 大脑在婴儿和儿童时期经历了快速发育 成年后则逐渐稳定 老年人的大脑则会经历一些变化 如神经元减少 突出可塑性降低等 这些变化与认知功能下降和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有关 大脑的意识和意识状态 意识是指我们的主观体验和知觉 大脑的意识和意识状态是神经科学和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目前 对于大脑的意识和意识状态的理解还比较有限 但是研究表明 大脑皮层和丘脑等区域与意识和意识状态有关 大脑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发展最迅速的技术之一 其中涉及到模仿人脑的学习和决策过程 大脑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通过研究大脑的工作原理 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 并开发更有效的算法和系统 总之 大脑是人类最为复杂的器官之一 其神经结构和功能十分复杂 虽然我们已经了解了大脑的一些基本原理 但是对于大脑的完全理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关于大脑的新发现和理解